良心慢综艺向往的生活,让我们品尝到了黄小厨碰面的美味,见识到了和老师的高情商和大华的蠢萌,欣赏到了田园风光,体验了农具生活,还见到了许多明星的另一面,就比如卸妆后的女明星们。 而说到卸妆和素颜出镜,女星们在节目的反应也是各有不同,首次来到向往的生活,大家庭的两位女神,杨妮安折了Baby和妮妮,对于自己的卸妆过程就比较谨慎,两位女神先是就镜子左边的镜头讨论了一回。 在意识到这个镜头可能是用来拍她们卸妆的过程之后,妮妮直接用白毛巾把镜头遮住了。 而Baby则直接在接下来的游戏环节中,全程附着一个白色的面膜,并没有素颜出镜。 小比较而言,新疆姑娘同丽娅就时尘多了,早上起来之后,就直接一个大素颜,对着镜子打上浅浅的一层防晒,涂个小嘴巴,就清清爽爽的出门了。 而咱们的七颗七微就更实诚了,不仅大素颜直面镜头,而且还搞怪的做起了化妆直播,和和老师聊天的时候,还自保自己双眼皮是辣的。 简直是不要太实诚,面对着要拍摄自己卸妆过程,和素颜状态的镜头,女明星们都反应不一。 米妮选择了遮镜头,贝比选择面膜当预言,而七微和佟丽娅却非常有勇气的直接素颜出镜。 可以看得出,七微的素颜状态并不是很好,佟丽娅压压素颜时皮肤越半黄,但是她,门迪时承认了观众们,一点都不会觉得素颜的他们丑,反而觉得真生的可爱。